有连单头,我是妍妍 自由高照,我是好姐 今天到了10月17号 每天都会发生很精彩或很精心的事情 其中呢,就在如果是你做亚航 就印尼的亚洲航空公司 从澳洲的Boss飞往印尼的巴厘岛的科技的时候呢 在这个科技上的乘客还有乘务人员 就经历了一次比较精心的历程 他们可以说是从这个渠道 就是差不多要走到生死的关头了 因为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星期日的时候 是飞机起飞过后呢,就因为故障嘛 然后突然间就从这个三万公尺 直接降落到大概两万公尺 那这样子的事情呢 就当时候的这个乘客的基础人员呢 都手足无策 然后广播,那就有人会做广播的嘛 那广播内呢,内容呢 又好像不是英文 然后呢,导致乘客就以为飞机上有恐怖分子 然后呢,就很多人就以为自己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嗯 是,然后当时飞机你想想啊 从高空是三万两千 三万两千尺应该是啊 三万两千尺的一个高空上下坠到一万尺高 将近下均啊 两万尺这么两万两千尺这样这样子的一个距离 也就相当于六千七百公尺的距离 确实是很很吓人的一件事情 嗯,那随后呢 其实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都感觉到很害怕 或者是说很惊慌 嗯,其中呢 乘客,一个乘客叫做ICU的一个乘客说呢 他说机组人员的表现呢 让现场更加惊慌 他表示呢,有机组人员尖叫 表现了一些震惊 让这个惊慌逐渐的升级 他说我们期待他们安无情绪 但结果却因为见到他们的慌然而变得 自己更加担心了 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的出现 嗯,但是对于乘客们的反应呢 有网民呢 却反指他们竟然有心情拍照和录影 这样子的一些行为 认为情况不是如他们口中说的那般恐惧的 也有人讽刺指呢 这就是航空公司 啊,这个 嗯,航空公司名为就是亚洲航空而非英文航空的原因 如果你想要完美的英文指引呢 为什么要订购印尼的联航呢 嗯,反正是针对这样子的事情 大家确实都很吓人 但也许真的不是很吓人 但我们看到照片上所有的人都已经带上那个防 防,就是有助于呼吸的那 那个防,防备的一些设备了 但是如果是自己亲身经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假如说那些是急速下降 好,是急坠的 真的是从三万两千尺到一万尺这样子一个距离的话 那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都很震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是其实无论别人再说什么好了 但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人确实是经历了一场无比艰险的一个旅程了 嗯,但是有一个又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啊 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过后呢 就很多游客其实就还有这个心情去做这样子的这个录影 还就当时就告诉,就是就把这个当时的这个情况给录了下来 那还会有这样子的心情吗 就你刚才从这个鬼门关刚刚走过 然后你还有会有这种心情去拍这种影片吗 还是这整件事情是完全是被放大了呢 嗯,可能我们这样子的事情 嗯,可能我们要还是需要 不能就不能听单方面的这一番言论吧 嗯,嗯 如果假如说他们是在整个急急咒的过程当中拍的 那我就感觉到有点怀疑了 但是如果说是急咒完之后大家处于一个平稳的飞行了 啊,这会儿呢就感觉大家截后余生了 嗯,就感觉哎呀,终于没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我们应该把刚才的这个记录下来吧 然后就会拍一些照片或者是一些影片 然后保存一下 也许会有这样子一些人的出现 如果是换成我,我相信我也会这样子 就是整个,因为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很害怕 害怕完之后,呃,就是感觉到自己安全了 就是没有生命危险了 这个时候大家其实截后余生的那种喜悦是特别高兴的 嗯,所以那会也许会照个相啊,拍个片了 但是如果是在过程当中你要拍相照片 这个就是有点怀疑了,让人感觉到 好,我们除了这个惊险的事情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一个也是很惊险的事情是发生在泰国 嗯,这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泰国嘛 然后就有,呃,就泰国,在泰国这里呢就发生了一个枪击的事件 那大,就有一名是来自大马的旅游客呢就被射死了 那,呃,这个大马的游客是46岁的无一男子 在,呃,泰南的这个安全检查站接受,呃,这个,呃,泰国的警察的检查时候呢 就突然间出现了4名向警方开枪的,的一群男子 那其中一发这个子弹呢就是刚刚好射中了,呃,这一个,呃,马来西亚男子 就导致了他当地,呃,当场就死亡了 嗯,所以其实这个,呃,子弹还是蛮准的 就是整整整好击中这个就是大马的男子 那么另外呢,其实当泰国的警方赶往现场协助,呃,受,受攻击的这样子的受伤者的时候呢 不远处也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 呃,那么现在呢,死者的一体,就是大马的男子呢 被送到这个塔班医院进行解剖工作了 那么他们的家属接到这个噩耗之后呢,也赶到了医院了解一些情况 并办理了一些领事的手续 另外呢,警方呢,也从死者的身上找到了眼镜 马币,还有以及他的一张个人的身份证 但没有发现他的护照 因此怀疑呢,他是通过不法的途径是进入到泰国的 嗯,所以,所以也也在调查死者究竟他的身份是怎样的一个身份了 那么另外呢,泰国的这个塔班呢,这个地方 于2004年10月25日呢,在警局外也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这个示威事件 当时是1500名的这个回教徒呢,聚集抗议 要求警方呢,释放被指向伊斯兰教分离主义分子提供武器的6名当地的居民 那么警方呢,也在示威企图闯入警局时呢 就发射了催泪弹以及水炮车的镇压 呃,所谓不料呢,这示威者呢,却就朝着警方扔出石头进行攻击 但是这起事件呢,警方在开枪镇压之后呢,逮捕了1300人 并将他们双手反绑,塞进了卡车内啊 载往了150公里外的一个军事基地 不料呢,在抵达这个军事基地之后呢 却发现其中85人已经在途中啊,呃,窒息而死了 也就是说在整个卡车内因为人数太多了 以1300人想讲,一个卡车内装了1300人 大家挤来挤去的,结果就导致85人的一个死亡 因此呢,泰国警方就相信 其实,呃,适逢事件发生的这个周年之际呢 这个塔班或会在这段时间再次发生袭击事件 啊,这个也是曾经也许今天有过类似相似的事件 也许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一周年的时候发生了这个事件 而导致了今天这个事件的发生 也许两个事件之间是有相关性的 不过具体事件呢,还是进一步的需要调查了 那么,其实无论是在泰国南部 还是在菲律宾这方面啊 都是受到极端分,极端人是极端分子的这种威胁 那么菲律宾呢,这方面其实也好像似乎有一些好的消息 为了他们声称呢,说击毙了东南亚的IS领袖 嗯,这个菲律宾国防部部长呢 就说到,呃,这个恐怖组织IS呢 在东南亚的这个首脑 呃,伊斯尼隆 对,就是这个东南亚的这个首脑嘛 就啊,在,已经是葬身在,呃,菲律宾了 嗯,然后啊,这样子的事情呢 就,五月还有这个伊斯,呃,这个伊斯尼隆呢 就率领,呃,这个军队攻打 呃,这个马拉维的这个,呃,马乌德组织嘛 其中的头目之一 就是他们的,其中是他们的这个,呃,领头人嘛 就已经也是葬身在,呃,这个菲律宾了 嗯,那么其实他们也是在对这样子两具尸体 已经已经脱氧核冠酸的一个检验 呃,能够证明这个人呢 就是这个阿东南亚的IS的领袖了 嗯,另外呢,美国政府呢 悬赏五百万美元的奖金呢 给能够提供资讯协助啊 逮捕尼斯尼隆的人 啊,类似的一个小短 一个小短信 呃,一个小短的消息 也许也许会是这样子 但是正在调查了 是不是这个人究竟的是 东南亚的IS的领袖 我们再看一下 在稍短的时间 再看一下印度尼西亚这方面的最新的情况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首长之前的中万学呢 就是被被判入狱了 大约是多长时间 我我忘了具体多长时间了 但是现在亚加达的新任的首长 已经已经宣布就职了 他就是阿尼斯 嗯,阿尼斯是在今年四月选举中呢 呃,就呃,击败了这个前首长 呃,中万学嘛 那呃,在另一方面呢 中万学是在今年的五月 因为就是批评阿尼斯兰教的这样子一个东西 就被判入了入狱两年 嗯,那根据台湾这个中万学报导呢 就从分裂的选战啊 然后思维啊 就是,呃,就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又导致了很多事情的发生 然后到最后就导致了 这个中万学入狱了嘛 然后,呃,这样子的事情呢 已经成为了台湾 这个中万报导社 呃,所最最关注的东西 那,呃,他们关注的呃,东西呢 就是是否这个,呃,在在印尼这一方面呢 是否可以改革成功 嗯,是 所以阿尼斯呢 曾经是中万学的对手 嗯,那么阿尼斯呢 当时其实也联合着其他的一些 非政府的宗教团体 以及上街抗议示威游行 要求法官判处中万学,呃,的罪名 呃,其实阿尼斯跟宗教这方面的联系案是蛮深的 而且是非政府组织的一些宗教团体的关系也是蛮好的 在某种情况之下呢 阿尼斯想胜选的话 他会鼓动一些 种族上的情绪和宗教上的情绪 来迎娶啊 这些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的一些支持 同时呢 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呢 他们的渲染的一些情绪 就给他们当地的一些民众 所以呢 就有很多的民众上为上街示威游行了 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可以看到 中万学过往的时候呢 在雅加达最方面的执政呢 呃,有很多的改革 确实让人感觉到很耳目一新 因为他一直想把雅加达建造成和新加坡一样子的城市 但是同时呢 他也是得罪了一些人 你包括在拆除一些木屋的时候呢 没有给木屋当事者一些赔偿 就是直接啊 一定的时间就拆除了 就导致当地的木屋居住者一些情绪上的不满 这也是一个间接导致啊 中万学 他有部分失去了当地民众的新的一个原因了 所以呢 其实他的改革 他有他的称道的地方 但是也有一些 忽略的一些细节 需要需要注意 这样子的一个契机上就会使得对手抓到你的小片子来通过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来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了 所以政治人物啊 真是如履薄奸啊 走每一步都是很艰辛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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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